樱花蝦的捕捞季节结束了 现在屏东东港渔民改捞价钱比较便宜的赤尾青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虾皮 不过今年赤尾青的拍卖价格也创新高 从往年的一箱平均两三百元 上涨到了八百元以上 凌晨三四点出海作业的渔民 上午九点以后陆续进港 一箱箱现捞的赤尾青就在岸边直接拍卖 和黑尾喊价方式不同 樱花蝦和赤尾青都是买家以十块钱为单位 白纸黑字来比价 这些买家可都是有十年 甚至二三十年以上的经验 随手一抓赤尾青的品质立刻可以分辨 周四赤尾青的货源不是很稳定 大部分的渔船都只能带回不到 十箱的赤尾青 这遭龙城三十六号下网地点不错 五次下网捞了二十九箱 还创下一箱一千的今年新高价 东港渔民每年十一月到隔年五月 捞捕樱花蝦 接下来半年为了保育 不能抓樱花蝦就改捞赤尾青 虽然一箱赤尾青 比不上拍卖价动辄五六千的樱花蝦 但平均超过八百的好价钱 也足以让渔民笑开怀 美式新闻赵文如陈嘉祥 屏隆红线报道